所有孩子免費跟他練對話的東西 養寵物 好 你練的話他會確認 對對對 你看喔 他就自動辨識了 你看這麼吵雜的聲音 他現在都非常精準 好你看他給的建議跟上面的差別是什麼 上面我回答的很短 他下面建議我多補一句 It's quite relaxing for me 所以讓孩子知道說 他可以講得再豐富一點 然後接下來呢就可以更讀 I really enjoy taking my pet for a walk It's quite relaxing for me 這都是他剛在幾秒鐘內辨識出來的 他跟ChairGPT跟AI雲端全部都串好了 平常沒有老師給你回饋嘛 你講英文根本沒有人聽嘛 但是現在有人聽啊 AI在幫你聽啊 然後呢他還有給你建議喔 你等一下看一下 他說 你第一個講的是蠻直接的也很單純 有講一個基本的事實對不對 可是你第二個改過的答案 有講多一點比較多的深度這樣子 然後他最後給你一個鼓勵 如果你聽不懂這些英文 他至少把中文翻譯都給你了 所以你想想看 其實我們不斷的一直迭代 接下來任何的孩子 他就算在偏鄉 他沒有雙語教師 因為台北在推雙語教育嘛 全國要推滿 那之前講師資的問題 AI是師資問題的關鍵 這個AI打造一個學習型的國家 我跟你講喔 我要跟大家講喔 在人類歷史喔 如果記載2023喔 我知道大概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Chap的GPT的出現 因為他真的代表一個 AI在現實社會的實現 那當然還是這樣啦 我們這什麼叫學習型國家 我常常在講說 過去畢業你知道嗎 一直做到退休 40年大概就是用那一套 但是以我最熟悉的醫學領域而言 我在2014年離開台大醫院的時候 我當時用的知識 在我剛畢業的時候 我看用不到十分 大概不到十分之一 我剛畢業的時候 也沒有心臟移植 也沒有葉克膜 所以所有這些都是 畢業以後才慢慢學習 這表示什麼 我們大概一輩子都要一直學習 因為新的東西會一直出現 我想不只是醫學啦 ICT也是一樣 所以我今天講 AI打造學習型國家 我們台灣為什麼需要AI教育 有三個原因 如果我們現在要處理的 智慧教育 實驗教育 跟雙語教育 AI可以幹什麼 最後就是說 那到底我們要怎麼做 第一題就是AI人工智慧 我最近看一個消息 美國律師考試 AI去考試 就考試還是前面10%的 也就是說 美國法律系畢業學生 90%已經輸給AI了 我說至少在考試的時候 所以這表示說 AI做很多事情 比我們這個人類還厲害 當然這個東西出現 我想它不是來取代人類 應該是說 來幫助人類 你想想看喔 如果律師的執照考試 AI會贏過90%的人 大家就會開始想說 這個會取代多少老師 那AI人工智慧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到底可以幫助老師 做多少事業 所以革命線會改變 整個教育的樣子 再來是這樣 少子化是我們現在 一個很大的問題 少子化 因為生的小孩子少 所以變成每一個小孩子 都要發揮更大的作用 不然整個國家 經濟的發展會觸底 以前我們是靠人口紅利 現在沒有人口紅利怎麼辦 要靠人才紅利 就是每一個學生 要更厲害 更厲害的話 就變成教育要更好 我們希望說 AI可以提供更好的教育 讓每個學生變得更好 教育其實講穿了 就三樣東西 前老師學生 首先我們來看看學生 剛才講過 如果我們都可以接受 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 那麼為什麼 在教室上 老師用同一套課材 用同樣的教學速度 讓全班一起教 個人化學習 是教育的必須 而AI讓個人化的教育 變成可能 這第一點 以前叫傳道授業解惑 坦白講 如果AI出現 那個授業這一部分 大概就給AI去處理 其實老師反而可以空下更多的時間 做品格教育 我要跟大家講 品格教育是需要時間的 這種認真 誠實 其實我跟你講 這是需要時間才教得起來 以前老師上課都上不完了 他們還有時間去做品格教育 所以事實上對老師來講 使用AI 也讓老師可以空出更多的時間 去做其他的部分 所以傳道授業解惑 如果授業 用AI來處理 那老師就有更多的時間去傳道跟解惑 AI教學 你哪個不懂 老師在個別指導就好 所以這也讓老師可以 也要改變老師的整個教學模式 國民義務教育也要丟錢 你才能夠訓練說好的學生 所以結論是這樣 學生需要個人化的教育 老師需要一個新型態的教學 還有 國家必須投入更多的錢 在教育上面 其實 AI也不是純粹只有教知識 我們也透過AI在教學過程當中 把品格教育引進來 比方說 你怎麼讓學生訓練毅力 你不要透過這個iPad再上課 上上上上 上到最後就開始去滑手機了 看來看去 所以另外一樣 你在跟他講說生命科學 你有沒有辦法在這種應對當中 去啟發他的好奇心 所以坦白講 AI教育也不是說 純粹只有知識的傳遞 是讓透過教材的科技 也可以把品格教育放在裡面 所以 這個AI的挑戰 這個我們的智慧教育 它是一個必須包括 品格教育的智慧教育 再來是這樣 偏鄉教育 我們台北市的庫克雲 在發展過程當中 其實對其他縣市最大的幫忙 其中之一是什麼 像建宗 北宜女 他學校很大 他要開那個課後的什麼班 可以開很多種 如果到偏鄉 他高中就一個年級一班 你想怎樣 你哪有可能開什麼多元學習 不可能 可是透過網路 這個通通可以解除掉 所以我印象當中 我還看過我們台北市跟嘉義的 兩個高中 要合開那個線上的 類似那種課後的那種什麼課程 所以我認為AI 可以很有效的打破城鄉差距 因為他把空間的距離收掉 另外我們那個國際教育 雙語教育 其實我非常清楚 為什麼很多老師 對雙語教育很感冒 你想想看 他英文都不太會講 你叫他什麼 是雙雙雙語教育 以前那個新加坡的教育部長跟我說 雙語教育要花28年 我一直搞不懂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 花那麼久 很簡單 你要培養 有辦法用英文教數學 用英文教化學的老師 那個要時間培養 所以絕對不是像現在 什麼2030雙語國家 我就明白告訴你 師資都不夠了 怎麼有可能雙語教育 同樣的 AI讓這個變得比較容易 我剛才在樓下就看那個表演 你那個英文 字出來 你給學生唸 唸完以後 他還可以馬上人工智慧跟你打公司 而且現在AI就聰明到 看起來就像蘇格拉底 還會跟你循循善用 而且不會生氣 不會疲勞 所以這個雙語教育 你知道 如果按照目前的方法 因為受限於私資 我認為不太可能在2030會成功 可是如果用AI的話 我們整個國民的英文能力 應該可以相當有效的提高 所以結論是這樣 學生、老師、錢 這個智慧教育 偏鄉教育 還有這個雙語教育 很多我們在過去 你知道 覺得相當困難的東西 使用AI以後 就容易多了 所以 我認為這個使用AI 才有可能打造一個 學習型的國家 讓整個台灣的這種 知識 國民的平均知識水準 可以不斷的提升 好 謝謝大家